双脚不能粘地的挑战有多好玩 只要在24小时内不接触地面 就能获得50万奖金 为了游戏更加好玩 节目组还设置一些任务 挑战者需要完成才算过关 一旦粘地就算数 挑战真是越来越刺激了 节目组在三人毫无准备之下 开启了挑战 紧急发布第一个任务 全员必须10分钟之内进入房子中 看看熊二这边能垫脚的东西 距离太远 除非变成张国伟 不然不可能跳得过去 谁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他夹的马桶牵直了 那边的胡子哥那就更惨 四周什么都没有 好在熊大已经找到突破口 所以他必须设法帮助两位伙伴脱筷 只见他跨过车厢 直接跳到对面的罐子上 接着跨过一辆三轮车 之后又跳到一辆面包车 可是熊大身体过重 一脚下去就让引擎盖都凹陷 周围能垫脚的东西只有花盆的底座 这时熊大发现了车厢里的三脚架 直接把花盆推了下去 然后一股作气来到了红色按钮上 他来到按钮一侧 打算用同样的方法 不料脚底一花差点跌下去 为了安全起见 熊大准备把周围能用的篮子 全部收集一起 然后交替使用向熊二的方向移动 半路上还不忘将能垫脚的东西都带上 没一会就成功解救熊二 接着两人合作搭桥过路 来到了胡子哥的身边 解救了胡子哥 随后三人小心翼翼的向着屋子前进 虽然过程有点坎坷 但好在顺利进入到了房子里 可是脚还没站稳 他们紧接着迎来第二项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三人一起做早餐 熊二率先爬上桌子 坐到了轮椅上 在熊大的帮助下 顺利滑到了厨房 而胡子哥泽是踩着高枪 一步步夺到厨房 这边的熊大也没闲着 直接沿着灶台爬上来 三人就这样忙碌起来 开启做早餐之旅 虽然过程有点心酸 但最终三个大男人还是完成任务 不过好不好吃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随后又迎来第三个任务 十分钟内爬上屋底 三人硬着头皮继续行动 他们把屋内能点脚的东西排成一排 伸到了门口 并让胡子哥打开窗户爬上去 随后另外两位也顺利爬上了屋底 上来的三人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忍不住感叹世界的美好 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呢 可还没高兴一会 节目组又发布第四个任务 让他们走下去 这可把他们担住了 正所谓上来容易下去难 就在三人犯愁的时候 胡子哥灵光一闪 想到办法了 他直接拆掉了房顶上的天线 沿着房顶神前 勾住了地上的笛子 没想到真的被他拉了起来 果然一山更有一山勾 你有张良心 我有过强体 就这样三人顺利的下来 经历了一番折腾 大伙准备补充点零食挥出体力 接着又迎来下一项任务 悬挂挑战 直到有一人掉下去 挑战才会结束 上一秒还是好兄弟 下一秒就变成竞争对手 悬挂挑战开始 但由于前面机关 三人消耗的体力比较严重 没一会熊大就面目难死 果然没坚持多久 他就掉了下来 很遗憾熊大被淘汰 剩下的两次继续挑战 接着熊二和胡子哥 进行了一场海联棒比拼 两人下手毫不留情 拼命往对方身上击打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熊二输掉了比赛 所以他需完成一项单独任务 要去一闲米远的超市买一瓶可乐 刚开始他的节奏控制很好 可是渐渐的体力上 明显有点不足了 但他目前才走两百多米 要到山下超市 估计得从天黑走到天亮才能到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 人能坚持的下去 椅子却不能 还没走到一半 椅子就暴飞了 熊二瞬时一滑 跌倒在地 他也被淘汰了 只剩下胡子哥一人 但因为24小时还未达到 可怜的胡子哥还要继续挑战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结束挑战 胡子哥坚持到最后 毫无疑问 他就是最后的赢家 赢得50万奖金 关注我 下期待你们看更多奇葩挑战